公地內眾人騷動 紛紛往一處走去 遠看不得了了 有個人躺在地上 疑似昏迷 位在桃園大園區 這處工地 4號中午12點多 驚喘公安意外 隨方工人揮揮手 三步並兩步指引救護車 因為54歲耐性工人 在進行保養的時候 竟然直接從 約兩公尺高的吊車 工作平台重重衰落 頭部著地 只見他一臉痛苦 不止滿臉是血 地上更是血跡斑斑 而頭盔散落一旁 現場意識清楚 生命真相穩定 不過有外傷 以及頸部疼痛 那迅速給予爆炸止血 為了進行保養 工人爬高 從吊車上重重衰落 量成公安意外 所欣人並無大礙 記者 特努力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